你要走了? 我准备走了 往哪儿走? 准备走阳湖 阳湖这边走 阳湖? 嗯,对 你一个人? 你胆子大吗? 一个人,夜车 你怕不怕? 我心里是有点怕,因为出来一直一个人 但是胆子也慢慢变大,还好现在 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零食,伸手的 准备好了 在这里,这个厨房是有吃的 哈哈哈哈 一上车 一上车我就喜欢吃的 要么就睡觉,要么就要吃 不然开着开着一个人就容易打破碎 我记得你出来的时候没东西 对 现在买了这么多东西 副驾的 副驾是满了 下面也满了 是吧 下面也满 后面更满 每一个缝 都是上的满满的 哦,家伙,我看你怎么全是吃的呀 那不是,听说那边没 没上店嘛 所以就多带一点嘛 谁说没上店呀 我听说的 你听谁说的 他哪都有吃的 那我也不知道,我只要是怕自己饿的 哈哈哈哈 边走边吃啊你要 对 好,要吧 这个猪肠都不知道怎么放啊 我的小猪肠 哎呀,你这买这么多啊 西大就是买了两把 一把还怕不够 啊 那水就是多带点就行了 就这两桶水吗 这里两桶 那个缝里面还有两件呢 两件那个小瓶的 箱子里边全是 对 这个里面是吃的 就是面条呀 还有粉啊这些 还有吃的 对 那个中间那些就是衣服了呀 你就是锅什么的都在买了是吧 全部都买了 现在就是一个人该有的都有 一个完整的家就在这里 反正你买齐了就行了 哎 现在还没桌子板的嘛 现在都被齐了 全部有 嗯 买齐就行啊 你就怕你买不起 到时候没吃的 哈哈 之前的话就说有一个锅 但是没米 现在你也准备了 那锅是垫的还是吃的呀 垫的 对啊高压锅 没高压锅也吃不了饭哦 是不是 对啊 那也不行哦 那还是一样的没 吃不了饭了 往前走的话 好像他们说海拔也是挺高的 对啊都是四千以上了嘛 那还要搞个锅 哎你不行买个那个小高压锅去 小高压锅 啊 这里面买的话挺贵的 我那天大概看了一下挺贵的 都要差不多这个我就没买 去那个五斤店里边买行 那待会我去看是吧 我的店里那个可能煮不了的 啊 这里面蒸骨都是一体的 蒸尖子都是一体的 哎可以啊 但是就没带高压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再吃 那个炒菜可以啊 但是那个蒸米饭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没蒸过 啊 煮面条的话 这里的海拔城市不到三千吧 还是到三千 这边三千八 嗯 那我这里的话是可以的 啊那个可以啊 但是蒸米饭不知道 哎你炒菜用哪个呀 嗯 你看我有盆子过的 比如说现在就 考虑着煮饭的问题哦 哈哈哈哈 那你这个是啥 啊 这个是洗菜的盘 哈哈哈哈 我以为是个锅呢 洗菜盘 吓我一跳 这个也是蔬菜 也是个盆 也是个盆 这个是一个食用餐里面全的蔬菜 这里面都是调料呀 厨房的一些蔬菜有名 你在这里面 哈哈哈哈 哎一个星期不用买了 最少 那星期如果是我觉得一点少吃一点可能一个月 嗯 你一个人没事 哎 那你去阿里那边 我有点想挑战那边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 反正现在 准备就是往前走 走到哪里刷哪里 那你阿里之后往那走新疆 然后走新疆嘛 然后新疆的话再走 准备走海南嘛 那个都十月份左右了 哦在去海南 是这样想的 对 过两天要走 等你先往前走 嗯 你先去看看怎么样 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去阿里 转一圈 我先打头仗 我给你们看看 对 你一个人最好别去阿里 因为阿里那边你就吃 吃坏的 像的吃很麻烦的 你就想往那边转转吗 往那个日卡泽那边转转 日卡泽那边 转的话 那个上一站我还要想去挑战 他们说有一个冰川呢 我想去那个冰川 那不是叫什么名字 搞那波旗那边啊 不是 就是日卡泽那边有个冰川 但是他要突破六小时左右 哈哈哈 我想去那个冰川 那那你不怕搞反啊 搞反我不怕 我就是去到那里 没那个没信号嘛 我就是有点想搞个卫星电话 但是不知道你行不行 哎呀那我将你 你就别去了 你要是一个人的话 就别去了 我就想挑战一些 就是不形成的 你看这个手 黑成这样子 都黑成这样子了 差不多 对 你来了必须得晒黑呀 不晒黑行吗 哎 你这个车是什么车啊 启程790 启程 启程 我把这个放下来看看 这个白宝箱 这个牌子是我拿去的 这种 东风的是吧 然后T90 哦 其实他的这 T90 对 其实如果是不放行李 他的这趟车的空间 空间很大 空间很大是吧 但是都被我塞了 就是每个位置了 哎 哎 你还弄了个这个啊 哦 对哦 这也是在这几天才跟他弄的这个 哈哈 别跑着跑着跑 掉下来 应该不会吧 不知道 还想要准备再搞一个行李站呀 这不搞一个行李站 我里面 到日卡子还有很多很多快递的 哈哈 那你们这放了 你只能说把放你这睡觉的地方了 只能往这边放 你看那边前面塞前面都我都塞顶到那个顶盖了呀 哎呀 对呀 你这真没地方放了 前面也没地方放 对 前面塞的满满的 你说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 我感觉有好的东西都用不到还 嗯 那也不知道呀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感觉 一路的买 感觉又需要 需要又买 买了前面的东西 又没怎么用得上 但是又不知道往哪儿扔 又舍不得 哈哈 哈哈 好像 今天 待会儿就再搞一个行李站 然后到日卡子那边 把它装上去 又把不用前面买的东西 又往上面扔 哦对 这样行 那个买个行李站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你得问一下那个 买了那时针合适的啊 它还剩我的这个哦 它这里不是有安装的这个吗 行李站稍微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 到时候看看吧 可以往 这样 就让它往上敲这个 是让它往下 嗯 要不然不行 你这行李箱就是不好安了 你看看堂面行李箱可以啊 我就是想买上面这种一个 对啊 但是它那个没用架子 去看看呀 不就行了 那旁边那个是用什么 看堂面这个啊 你看 是像这种吧 它应该是可以调的 它那这个 只是两条的一个没有架子 它这个应该是中间可以调 但是不能调太近 调太近的话 也不行 它这没人 有人的话问问它 哦 它这是只能这样 你去都看一眼 像它那个中 那个车跟你那个 完的差不多 挺简单 挺简单 是吧 它这个可以调吗 你有这个吗 哦 我有 有这个就是 直接买一个行的 这个也是搭配的吗 还是之前 这个搭配的就有 搭配的就有 它就给你 它就有掐着点 它这种行 看到吗 啊 传播来就是它这种就行 没这种就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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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地方有行的架子 比如说有 有那个架子 这叫行的架 知道吧 它们给你的卡扣的 卡扣是上的 你从里面上上的 它那个啥 你到你车行啊 你到你车行 只要有这俩就行 这就不用打眼了 你要是这俩的话 你就得打眼 车行给它 你这没打眼啊 没有啊 多少钱那个 我这个是700 这个是卡的 这个有钥匙吗 可以卡的 哦 有钥匙的还是 我说钥匙呢 那是车是不是 到时候你买的时候 你把那个 上边发给他那图片 就行了 不用发 你说行 车行 啊 这大概重吗 这个玩意 特轻 特轻 自己都能挤上去 我就是怕他们说 跑高速跑的跑的就飞了 所以我也担心 一百二 跑高速一百二 没飞了 哦 好可以 谢谢 没事 你就抱车行 你必须得抱车行 要不然的话 它有个就是 这个穿窄不一样 它这个就卡不上 哦 所以你 他们都 人家卖这个 这是您自己安的吗 对 您自己安的 那还简单的 它就是两个钥匙 这是一个小钥匙 然后这是一个大钥匙 这个钥匙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